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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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呢? 上面今天要來介紹 投影機 到底它有什麼長處 值得我們去介紹呢? 這台投影機呢 是它COA研發出來 是它目前在販售 那這個是屬於物態光源投影機 很多人不知道物態光源是什麼 待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再來 CASIO它從這一塊 是從2004就已經在研發 研發已經到2014 花了10年整整的時間來研發這一塊 它在2014 開始上市這一項產品 目前到現在大概 已經是在第三代了 那再來固態光源是什麼呢? 固態光源是它就是用 LED、雷射 還有零光圖 這三種形式 然後來混合 把這一些光源混混出來 出來變成一個投影機 當它變成投影機的時候呢 大家也都知道 LED這一些 你隨時可以關、存外 開就開 它五項 乳素燈泡 以前的乳素燈泡 你要讓它散熱要散熱很久 但是讓它關機 但是我們卡西歪的固態光源投影機 開機、關機都很快 很快 開機呢也只需要五秒 一 二 三 四 五秒都不到 因為我們開會最怕痛到這問題 但是呢 它馬上解決定這個問題 而且 它還幫你大大省電 40% 除了省電之外呢 當然 也幫你省錢 我們這裡有做一個比較表 我們從 跟E排的 同款式大約的 3900秒投影機 來做一個比較 你知道 你五年比較起來 都不需要換任何東西 只花了三萬多塊 再來 一排的 你還要換兩顆燈泡 差不多 以後更可怕要換到三百 當然 你還有裡面還有點燈板 三顏色板 等等的一些零號件 需要去做更換 所以現在很多人不喜歡賣虧機 也是因為這個問題 它也是幫你省錢 省20% 還不錯喔 會經打計算 一定要選擇它 現在你要看到空影機 是Made in Japan 跟你講 每幾台 Jocam Cachio的 好不好 它是目前唯一一台 Made in Japan 那 講到這麼多聽 大家會想到說 它會不會有灰塵的問題 它連散熱灰塵 它都幫你下 它透過這些來帶動 你看 它幫你把這些空氣節流 全部帶動之後 整個 灰塵 全部直接帶出去 不用再安裝什麼濾網 原廠原本附的濾網 都還蠻不錯 但是你用久還是會髒 但是它不附濾網 為什麼 它直接把濾網直接派出去 你不會像以前的書燈泡 濾網 沒有清潔 裡面就會怎麼灰塵 形光滿滿 再來我們今天 這是我們今天介紹這一台 也是我們現在用在投影的這一台 投影機 V2 CP值非常的高 2萬6成9 保護3年 光源保護5年 或 AND 等班 2千2萬小時 哪裡可以找到像這一種的 除了鐵射投影機 好不好 那都是比 屬於要高階的 再來 喜歡 喜歡 輕薄型的朋友 來 用這一種 好不好 2.3公斤 磨得 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比你的筆件還要大 如果你喜歡來做超短跳 也可以用這一台 卡西歐一樣有做出來 好 我們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需要 固態觀影投影機 固態觀影投影機 請找 Simon 請找Simon 請找試探國籍 感謝你的收看 感謝你 我